今天是至亲和小玲大喜的日子 九过三旬 两人准备入洞房 可没想到 这次洞房成了全家人一辈子的噩梦 公婆趁着小两口喝醉 悄悄把新郎官给掉了包 哥哥至君在父母的催促下 代替弟弟至亲进入了婚房 一夜过后 小玲从弟媳一下子变成了大嫂 小玲撕心裂肺的吼着 看着眼前的男人 他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当然这一切 还得从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说起 小玲与至亲在同一个工厂打工 没过多久就相爱了 在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后 两人决定结婚成家 按照当地的行情 小玲父亲提出了三万彩礼的条件 这对于条件一般的至亲来说 确实是笔巨款 因为他只有两万块钱的积蓄 不过 懂事的小玲向姐妹们借了一万 这样就凑够了三万块 作为一个男人 至亲感觉面子上过不去 他选择了拒绝 但小玲告诉至亲 如果不是父亲 只要这三万块钱 他根本就不会要彩礼 他只想死心塌地的 跟着至亲一起过日子 看着如此懂事的小玲 至亲露出幸福的笑容 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女孩 不过至亲始终不肯收这一万块钱 他决定回老家跟父母借一借 顺便商量一下提亲的事情 可刚到村口至亲就听说 哥哥至君出事了 作为村里年纪最大的光棍 至君在路上经常被人嘲笑 找不到媳妇 每次不是他把人家打了 就是人家把他打了 为了不让事情继续闹大 至亲给了对方200块钱 一包好烟 就当是赔礼道歉 这才让事情平息 回到家后 一家人吃着团圆饭 趁着气氛不错 至亲便告诉了父母 自己要结婚的事情 一听说要结婚 一旁的至君就有点酸了 直接甩脸色就走了 虽然父母非常开心 也很支持 可当至亲说 还差一万块钱彩礼 想让家里人帮帮忙的时候 老两口的反应就开始不对了 总结一句话 就是家里没钱 平时柴米油盐 也没剩下多少钱 听到这里 至亲也明白了 看来这彩礼 还是得自己想办法 随后至亲便四处借钱 终于凑够了一万 他把三万块钱交给母亲 希望老两口赶紧去小林家提亲 可没想到 至亲的这次提亲 让老母亲灵感迸发 在他的内心产生了一个 极其离谱又邪恶的计划 第二天一早 至亲的父母来到小林家里提亲 小林的父亲是个赌徒 早年间因为欠了赌债 跟小林的母亲离婚 看到至亲父母带来的三万块钱 他也不客气 直接拿彩礼的钱还了赌债 由于平时打欠条打习惯了 小林父亲为了防止双方反悔 还立了个字句 母亲心里的小算盘门清 他知道小儿子至亲条件好还年轻 以后有的是机会结婚 可大儿子至君就不同了 一大把年纪再不找媳妇 就得打一辈子光棍了 所以直接把老大至君的名字 给写了上去 之后父亲打电话 跟小林说起提亲的事 在电话中他才知道 跟小林谈恋爱的人叫做至亲 这个至亲是哥哥 放下电话 小林父亲立马来到至亲家里质问 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想返回也来不及 没办法 小林父亲只能当场甩赖皮 说什么也不能让女儿嫁错人 老两口一看没办法 只好使用了超能力 他们告诉小林父亲 只要同意这门婚事 可以在原来三万彩底的基础上 再加两万以做补偿 小林父亲是一个很有底线的人 除非实在给的太多了 由于还欠着赌债 他没有犹豫 直接点头同意 对于小林的父亲来说 反正都是一家人 哥哥弟弟一样嫁 随后三个人一商量 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以防止小林与至亲 提前在城里登记结婚 首先就是小林父亲装柄 将小林从城里骗回来 让这对情侣暂时不能见面 等结婚的时候 老两口打着至亲与小林 结婚的名义 让至君去帮忙接亲 一直到婚礼开始 两人才见上面 仪式结束后 至今见来的亲朋好友不多 便问母亲 这是怎么回事 母亲只说 结婚至半东西花了不少钱 实在没钱 在大操大办 实际上 他对婉宣称 今天是哥哥至君结婚 他不想让太多人 看到是至亲 在当着所谓的新郎官 晚饭过后 酒都喝得差不多了 至亲也有点晕乎 在小林的搀扶下 两人准备入洞房 可就在这时 小林父亲 却拦住了两人 在几位长辈的劝说下 至亲与小林 又坐下来 喝了不少酒 很快 两人就直接喝晕了过去 这时至亲父母走了出来 他们先是把小林 抬到婚房 然后把至亲捆绑起来 锁在一楼 安排妥当后 便催促哥哥至君 去入洞房 新婚第一天 就要进宫弟弟的媳妇 至君感觉这样做 太混账 他说什么也不同意 不过母亲 以死相逼 父亲不断呵斥 至君的内心 也产生了动摇 临上战场前 母亲还给了他 一瓶白酒壮胆 为了防止至君反悔 老两口 直接将门给反锁 看着身材曼妙的小林 躺在床上 如梦似幻 至君浑身躁热 口渴难难 在如此诱人的情况下 他能否压住枪呢 眼前这个头发凌乱 情绪激动的女人有多惨 新婚之夜 新郎被公公婆婆调包 本来要嫁给弟弟 结果却便宜了哥哥 小林一夜之间清白眉了 身份也从至亲的新娘 变成大嫂 小林的阵阵嘶吼 也惊醒了被父母 关起来的新郎官 至亲 可他无论怎么喊 父母都不给他开门 而小林这边 本以为至君侵犯了自己 婆婆会主持公道 可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婆婆安排的 他还劝小林 一定要想开 随后 他便拿出了小林父亲写的字句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他是将小林 嫁给了哥哥至君 小林听完后 伤心欲绝 接近崩溃 而弟弟至亲 在得知自己心爱的女人 被哥哥巴掌后 他便想一两百两 此时父母带着哥哥至君 跪到了他门前 老两口表示 至亲还年轻 有很多机会 可哥哥老大不小了 这次错过了 恐怕要打一辈子光棍 所以就先把媳妇让给哥哥吧 听完这番话 至亲就更生气了 新婚之夜 恋人变成大嫂 想到这里 便一头撞到了门上 幸好抢救及时 这才捡回一条命 在之后的日子里 至亲不说一句话 每日绝食 表达自己的委屈 看着儿子半死不活的样子 母亲也放了大招 拿起农药 直接想对瓶吹 在母亲以死相逼的态度下 至亲终于选择了妥协 答应不再追究 而此时的小林 整日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也不知该如何面对至亲 当然 小林可能只是希望至亲 能够来见见他 来帮自己一起面对 可没想到 至亲是个懦夫 他选择了逃避 他决定 离开这个家 再也不回来 临走时 他想再见小林一面 一番痴情的表白过后 至亲离开了 他虽然很爱小林 但他无疑是懦弱的 面对事情选择逃避 留下孤独无助的小林 在他们家 面对陌生的公婆 面对陌生的丈夫 真的太残酷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 至君一家 请来了小林父亲 做睡客 通过几天的劝说 小林终于不再不吃不喝 也接受了自己的新身份 当然 他并没有原谅这家人 小林在这里 只是为了能够 好好活下去 希望有一天 音讯全无的至亲能回来 这天 小林在厨房帮忙干活 突然 他晕倒在地 送到院检查才知道 小林已经怀孕十周了 女孩小林新婚之夜 丈夫却被公婆给偷偷调包 原本要成为弟弟至亲的妻子 却没想到被哥哥至君强行霸占 无法接受恋人变嫂子的至亲 选择外出打工 而小林这边却已经怀孕十周 从时间上看 这孩子是弟弟至亲的 如此情况 老两口是最开心的 反正不管是至君的 还是至亲的 都是他们的孙子 小林自然也清楚 这孩子是谁的 虽然至亲选择逃避 但小林的心里 依然喜欢至亲 她决定生下孩子 来纪念他们的爱情 很快三年就过去了 孩子东东已经能打酱油 可由于不是自己的孩子 至君心里一直很憋屈 动不动就得东东 拳打脚踢 更让他感到憋屈的事 三年来 小林每时每刻 都在想念弟弟至亲 根本不让他碰 小林在这里待着 唯一期望的 就是至亲能回来 可没想到的是 外出打工的至亲 早已结婚 还成了车间主任 家庭没满 事业有成的他 一直拒绝待妻子金梅回老家 他根本不想回到 那个伤心的地方 哪怕他心里还有小林 但也早已无可奈何 这天至亲刚下班 一个久违的电话 打了过来 这是从老家打来的 至亲的父亲 出了意外 昏迷不醒 面对如此情况 至亲没有犹豫 带着妻子金梅 就回了老家 只是他没想到 这次的回来 却引发了更大的悲剧 回到农村的金梅 对一切都充满好奇 看到小林之后 一生亲切的嫂嫂 差点让小林昏过去 三年过去 两个既熟悉 又陌生的人见面了 小林朝思暮想的男人 没想到已经结婚 更可笑的是 当初他说过 只喜欢自己一个人 没想到 誓言如今 早已胖到九香云外 小林嘲笑自己的痴情 嘲笑自己的愚昧 他对至亲感到失望 听说至亲回来了 多年未见的朋友 都来家里相聚 久过三旬 不少人也开始满嘴跑火车 竟然有人 把当年至亲与小林的事 说了出来 甚至说 东东就是至亲的孩子 众人立马感觉气氛不对 于是就直接溜了 女人都是细腻的 一点蛛丝马迹 他们都不会放过 金梅虽然表面说 自己不在意 但私底下 却在调查至亲一家的过往 就这样 村里著名的大喇叭 马三把事情的经过 全盘托出 甚至包括各种细节 知道真相的金梅 气急败坏 他作为女人 本应该会同情 受害者小林 可没想到 他把所有矛头 都对准了小林 破口大骂也就算了 甚至还想动手 看到妈妈被欺负 一旁的东东 突然冲了出来 直接将金梅退倒 谁知 金梅有点上头 直接给了孩子一巴掌 至亲终于看不下去了 狠狠地扇了金梅一巴掌 听着金梅的漫漫 老两口不敢说什么 毕竟这事做得确实恶心 而一旁委屈的小林 则选择出去静静 趁着别人不注意 至亲偷偷溜出来找小林 两人虽然很爱彼此 但也无法再靠近一步 小林告诉至亲 东东确实是他的孩子 只要他愿意 只要他有勇气 三个人可以离开这里 重新开始生活 至亲还是当年的至亲 他懦弱 喜欢逃避 也很自私 唯一不同的是 他不再说那些 山盟海舍的情话 而是将小林忘了他 一句忘了吧 打破了小林三年来 所有的幻想 三年的等待 三年的委屈和嘲笑 换来的是一个男人的绝情 他愤怒 他失望 他决定 让这如同禽兽般的一家人 受到法律的制裁 小林通过法律咨询了解到 当年调包新郎的事情 已经构成强奸罪 但可惜 那个时候 没有及时报案取证 如今想让罪人 受到惩罚 只能找证人口述 现在唯一的证人 也只能是至亲了 因此 小林再次找到至亲 希望他能帮忙 出庭作证 可至亲根本不答应 毕竟对方 是自己的父母跟大哥 他认为小林是在胡闹 可至亲不明白 当年真正胡闹的 正是他的父母和大哥 他们当年的行为 无异于亲手杀掉一个 青春美好的女生 听完至亲说的话 小林彻底绝望 他决心带着东东离开 可东东是老两口的心头肉 说什么也不让带走 情急之下 至君直接动手打了小林 一顿连招 将他打得动也不能动 至亲想去阻止 可金梅却死过不让 就这样 至亲再次选择 懦弱的逃避 眼睁睁的看着小林 被打得半死不活 此时的小林 已经对活着 失去兴趣 当他听到至亲 要带着金梅离开 再也不回来后 他内心便燃起了 复仇的火焰 三年来 他不顾名誉 为至亲生下儿子 无时无刻的担心 和思念着他 太多的委屈 太多的痛苦 积压心底 他决定要亲手解决掉 这无情的一家人 至亲临走前 老两口让小林 做了一桌丰盛的晚宴 除了小林 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至亲真是个 冷酷无情的男人 竟然主动站起来 给小林敬酒 还祝福他 跟大哥至君 幸福一辈子 听着至亲的话 小林露出了 鬼魅的笑容 小林告诉众人 在做饭之前 他往菜里面 加了整整一包的老鼠药 至君 量他没这个胆子 有多吃了几口 可没想到 很快众人就有了反应 他们表情痛苦 口吐白沫 浑身抽搐 全部倒在地上 小林嘴里 喊着至亲的名字 用最后的力气 爬到了他的身边 既然生不能在一起 那不如死在一起 错误的选择 错误的决定 酿成悲剧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 要牢记 要第一时间 选择用法律 去保护自己的权益